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堂课写一样新的东西 就是山水里边的有一个叫做米点法 来画下雨或者是零雾比较多的风景 这里边创造了一种新的技法 就是叫做米点 这个米的意思并不是说像米粒一样 这个方法事实上里边用的点 就某种程度也有点像米一样 米粒一样 所以有时候有人以为这个是米 是指这个形态 事实上是指米符 米符跟他的儿子 由米符开创了这种方法 所以我们在具体画的前 我们来稍微来过一下 规划史上面的这一个米符跟他的儿子 米友仁 这两个人跟那个时期的中国画的历史 跟西方稍微比较一下 上唐克我们讲了沈州 沈州是明朝的时候 我们现在往前推 就是往历史更早的时候推 就是颜世大家 我们今天讲了这要比颜世大家还早 是宋朝的时候 米符跟他的儿子 米符是北宋的时候 最后两个皇帝的时代 然后他儿子生在北宋 活动时间是在南宋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的 金康这边是1127 所以他大概40多岁之后就是南宋 米符比他的儿子更有名 米符呢 但是他的名声呢 是在书法上面 就是宋世大家书王米菜里边的这个米 他的字 米言章 米海叶 刘海树 提我父亲的那个事实警示前景里边呢 就是提到了米海叶 说了一句什么话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称他为米海叶 米香羊 米友仁是他的儿子 他的字是米言辉 他们创造了这个米式 米点方法呢 有各种称呼米式云山啊 米加山啊 这山呢就是有一种把中国画里边的这个春法 把它检验成一种点 而且这种点呢 往往是一种横点 然后呢用横点的这个积累的办法 把画出来山峰的这种朦朦朦朦的这种感觉 特别是用浓断变化比较淡的 然后在里边再加上比较浓的这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我放上去的这几户画 米福的 还有他儿子的 但是吃上米福的话非常少 米友仁的 还有明朝末年的董奇昌灵模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 有两个人灵模 在米福并没有那么说 他究竟是用什么样这种横点啊 什么啊 我觉得是主要是米友仁开始 米福这里说 画山水都用水墨点染啊 所以这个 里边的这个特点呢 就是光用水墨不用颜色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前掌 就是用淡淡的花青来展的 这也是属于他这种形式之一啊 不趋于形式 勾穿 这位的信笔坐着 多于烟银烟燕素食啊 所以这个是 讲主要强调 这里边强调水墨 强调有烟银 所以用纯水墨的打点法 这种穿法来表示这种啊 就是情意 会又下雨或者是雨刚下过的时候 江南的水墨的这种啊 这种空灵变幻莫测的这种特征 我查了一下 有很奇怪 就是大家老是引用有一句鲁信的 说这个 迷点法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具体也没有查出来 它的出处啊 有可能鲁信也不是画家 他为什么突然冒出来一句这样的话 但是事实上呢 董奇昌事实上我们给我画的也是董奇昌 临摹的他的画 当然他也说过这个不容易写 他不写米画 怕留住于草率 但是他也有 事实上我觉得他临摹的比原来的这个 厄米他们的原画呢 觉得还更好写啊 所以但是他评论厄米呢 就是说画之厄米古今之变 天下之能是老矣啊 所以他对他们两个人的评价非常高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 从绘画史里边的 米福在这之前文人画 他应该也是属于这个文人画 所以为什么从历史角度 把它评价的这么高呢 事实上呢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从北宋开始 清帝山水上了主流 所以清帝 金辟飞黄的这个清帝山水啊 所以包括那清帝江山图 王熙梦的到了米福的这个时代啊 所以他的那个宋飞宗 王熙梦宋飞宗的学生 所以那时候你可以看见 整个宫廷画里边的清帝山水横行 所以非常popular 他这里冒出来一个 用非常跟那个清帝山水 完全是相仿啊 是一个一种仿动 相当于在于这里把清帝山水 从宫廷画里边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从那开始呢 从某种程度来说 开创了这个文人画 文人画的这种 那个以鼻墨为主的这种 所以这里开始呢 事实上从延朝 明武人是南宋啊 然后接下来延朝 所以这里从赵孟府开始 一般来说正是 说是赵孟府开始呢 开始了这个文人画 姓赵 纠结于那宋延之间的 宋朝的王家的人物 这里呢 我记得上堂课啊 我们讲过文人画 我也从延世大家开始讲 但是这边对应的西方呢 是这种风格呢 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的风格啊 文艺复兴的三大家 达芬奇 米开朗 麒罗跟拉斐尔 这种风格 写实的这种风格 然后一直流传到后来 发展到后来 从同个时期的阶段 也同样是 延世大家再加上赵孟府 这个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在同个时期在欧洲 他当时的风格是什么呢 并不是这个文艺复兴 因为这个是从十四世纪开始 在那之后 在十三到十四这个 跟延朝的这个文人画 同时呢 叫做歌德式或者是拜仗庭风格 就是这种风格呢 现在看起来觉得比较石板 事实上呢 也不是 看起来比较 有点怪淡的那种感觉 某种程度 比较平面 上次讲到这个 第一个使用焦点透视的 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十五世纪初的 马沙球 从他那开始 而这个这里呢 是比较平面式 构图方面比较平面式 而跟他对应了 是中国文人画 开始从宫廷画里面超脱出来 可以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风格里面出现的 这个转变 中国是从宫廷到文人画 在十三世纪的时候开始 从延朝的时候开始 也许可以 某种程度可以算是 从那个米符这里开始 西方呢 是在这个跟延朝同时呢 这还是这个 歌德拜仗庭的这种风格 事实上这种风格 我觉得看起来也是 非常有意思 事实上到后来 西方的艺术发展 又绕了一千 有一种风格 又回到这种 歌德式的这种风格 然后呢 到了文艺复兴初期 在十五世纪开始呢 就转到了这种文艺复兴这种风格 后来达芬奇的这种写实的 带有透视的这种风格 这个又对应于我们文人画 一路下来 在在明朝的达到了高峰 两条路 中西方的两条路 也可以看出来这个风格的演化 我们现在来构图一下 我们来临摹 先从一幅稍微简单的开始 然后呢 来画一幅稍微多一幅 多一点树 其他的这个风格 这个米点都是用这种横点 但是呢 你仔细看了 也不是说 整幅画都必须用 用这种横点 横比的这种点来构成 所以有一些 也照样可以有一些春法 只是以这个横点 作为主要的 轮廓的组成部分 或者主要的单位 我以前说过这个 这个分解成单位 所以这是单位之一 他同时也有春法 讲到这个点 事实上从某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跟西方 到了印象派 后期出了一个点彩派 我觉得有点类似 印象派里边的点彩派 事实上呢 他们的道理是这样 就是用各种颜色 然后用非常小的点 这个有名的那个 苏拉典彩派的代表 就是用很小的颜色的点 然后呢 把形态 最后用点的办法 把它给表达出来 但这个点呢 不是单种颜色 而是好几种颜色 然后这事实上呢 也对于我们 在科学上面发现的光 可以分解成几种颜色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 也是一种科学上的 有医迹 米点透色 也是把东西 给分解成这些点 但是他用这种 比较类似于中国话 分解东西 为单位的这种办法 不是用那么复杂的点 但是用一种 比较单纯的这种点 横点 来把形态给表达出来 好我们来构图一下 然后边画 再来边体会 我们来画 第一幅 这个是米无人的一幅画 前头有一个 三坡 有几层三坡 然后三坡上面的这个树 这个树的这个画法呢 跟我们以前写过的这个类似 就是也是横点 我们也是用横点 虽然没有把它 叫成米点 用这种类似的这个 然后我们来写写树干的这种 横向的落地 说过的用落地点 来表达一下后世 所以后边有一个村庄 你可以自己来构造一下 然后呢 这些点呢 慢慢的退到后边起 然后又有一个坡 坡后边又有树 树后边又有一个村庄 下边有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这个后边的山啊 你要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座一座的山 但是这个山呢 你怎么样把这个山极 给画得有意思一点 我们来写它的 就是这个一层一层的这个山极 把山这个山极画出来 有一个壮的一种感觉 然后这里再来创造一点 它没有的这个 这里大概我们可以来画一个 有点像个湖面的这个感觉 有点水 好 就这样的构图 那你看它的这个画面啊 都是像下过雨的时候 跟下雨的时候的 雾蒙蒙的这种感觉 我们的用墨的特点呢 就是这根笔一直都比较淡 不用太湿啊 一直都比较淡 偶尔在往深处变化 首先我们把这个 这根笔洗干净 make sure我们过后 整根笔往下按 使径又是有时候 使径往下按的时候呢 笔底是淡的 一直我们保持这个笔底是淡的 我这里呢 调一个比较淡的一叠淡末 作为我们的基调 然后呢 我旁边还有浓末那些呢 我们过后再看还有水啊 所以就是中间我一叠比较淡的淡末 这个比较淡的 以它作为我们的基势 好我们先画前头的这个坡 这上呢 虽然是这个点呢 而且是下雨的这个景色 但是呢这个我画用 如果用画窗法的话 画前头的这个坡 也用不着用很湿的笔啊 我们也用用这个 这个跟我们平时画的差不多啊 就是就是那个 只是用了淡末啊 用了没用浓末 用淡末来画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春法呢 比较 比较简单一点 比较单调一点啊 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用这个春法呢 来 来把这一个 这个剖面 给画出来 我们还没开始用这个谜点啊 我们只是 这是还是传统的这种 这个应该叫做 逼马春吧 这种这种笔法 然后呢 这个都是淡末 但是比较干的这根笔啊 然后 你看它的这个 顶上我们要画树啊 树跟坡之间有一种 比较空灵的感觉啊 这个这个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表达出来 大家要体会一下 就是说过树干跟这个坡的这个 地面啊 有一个感觉上比较空灵的这种感觉 这边呢 有也继续还有坡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这个地方呢 画成好像进到 下到水 这下边啊 因为我们过后边也要调水啊 所以这边是有点像到水里边的这个 好 这都是坡 用用册风在这个画 我们现在呢 来开始 比较要表达比较暗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开始来用一点这个 横点啊 所以现在这句话里边呢 一旦要用到点呢 我们就用这种 Consistent 用这种横比的这种点啊 所以我们现在 我把这个明暗的这个部分 加强一点呢 我也用这个横点来 然后注意这个横点的比法 是这个横的方向 不用 都要基本上keep这个水平 不要变化太太厉害啊 比如说有点像我们用这种办法 keep它Consistent keep keep点 Simple 只是在墨上面 来寻求这个变化 来寻求这个变化 这个横点 你看这个即使这个山坡有不同的角度 但是这个点呢 我们都是keep一个角度的这个 一个角度的这个 的横的方向 好 下边呢 我们来 画这个树 有一些浓有一些淡啊 所以这个大家我们这个你看这个落地点 有点错落开啊 树与树之间的这个落地点 然后我这个这根笔呢是那个 可以 我expect是越化越淡啊 但是你又觉得不够淡 你可以开始要变化的时候呢 你可以去把它沾一下啊 沾一点水 把它慢慢变淡下去 然后呢我们看看能不能画出来 像他这个画里边啊 坡跟树顶中间有一个比较 空灵的这个树干啊 就是说这个 我在说什么呢 我在讲清楚一点 就是 一个一个坡 一个树啊 然后这是顶上的叶子 你可以画出来顶上叶子比较茂密 这下边是坡 但是一排树啊 然后感觉出来这个中间的这个没有叶子 这个地方好像有一道阳光的 穿过来的这个感觉啊 所以顶上比较茂密 这些树顶上比较茂密 下边有这个坡 但是中间的这个看见这一些 truck的这些 能够感觉出来有一道光线啊 比较空的这个就是 我们看看能不能注意这一点啊 就是说不要我们平时啊 有一些画树我们一直从下边画到顶上 他这个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不错啊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画 那地方呢就是画蛋 画蛋下来 然后包括truck 就是说他的这个树干也有有前有后 有有明有暗 就浓有淡 好现在呢来真正开始 比较多的这个谜点啊 就是这个树 我这根笔呢 就是我刚才说调出来的中中间的这个颜色 就是中间浓淡的 然后我画的前我笔尖 现在去沾一点墨 沾一点的水啊 然后呢 淡变浓又变淡啊 这个 我看看大家 红笔啊 淡 然后变浓一点 然后又变淡回去啊 然后我 最后的这个又留一点那个 比较 比较淡的这个树干跟后边的这个空灵的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我这根比较淡 我现在从下边开始往上画 都是Consistent的这种横点啊 然后我现在在 把它稍微比肩Touch一点浓一点的啊 然后所以你看这个点都是非常simple 但是我们现在在墨上面做做文章啊 墨上面有时候变化 变化比较大一点 这个后边我们再来加一层啊 这个只看见顶上的但是是淡的啊 然后看出来像有一层这个 有一层 在后边的现在又增加一种立体感 大家注意啊这个我们有现在在画的这个 这个这些树 这些我这些用笔 尽量做到有一些笔一笔之间都多多少少有一点 有一点overlap 然后不断的变化这个笔尖 去沾点笼或者沾点蛋啊 然后做到像这个一笔下去啊 一笔里边就有一些变化啊 那是稍微有一点这种 空灵的这个感觉啊 其实就是说下边的树杠跟这个 跟地面之间啊 有一像有一点阳光的从这里进来的这个 好我们再来画自边的这一片 那 我都是笔尖去踏尺一点 现在我刚才笔尖去踏尺一点 稍微浓一点 都是注意啊这个不要粘太多啊 笔尖踏尺一下 人一下子就变浓 但是画着画着就变淡下来 注意这些自然的变化 你要去觉得踏尺太多了 你可以废纸上面一抹掉一点 然后注意你看这些树的这个落地点啊 落地点有点错落 一错落的话这个立体感就出来了 我现在笔尖去碰了一点水啊 然后我们来画自边的啊 自边的你看它这个虽然也是横点 但是呢我们可以稍微换一种笔法啊 这个 不完全是横点 就是有一点 比较短的横点 还是横点 但是稍微短一点 就是说你这根笔 不是像这边刚才那样按下去 这个稍微 这根笔稍微有点转一下 稍微在这里转一下 变成有点比较严的这个 比较 这个点比较 比较严一点 所以稍微表达出来 这个树又还是很模糊 但是呢 形态有点变化 这个 但是基本笔法还是这种横方向的这种 这种点 我们慢慢的把这个 这片林子往这边退过去 这里我们是反过来 就是说画完 叶子 画上树 树生之后 再来画这个树 trunk 这些都可以来补加 来看看这一个 然后我们在这个树 这片树 慢慢的越来越大 往这边画过来 越来越大 那还是现在 现在还是这种横的 横的比 然后 这根笔呢 已经比我们的那个 刚好调出来的那个墨水又大了 所以有时候你笔 既然去touch那个墨水就把它变深了 或者是也照样你又可以把它给 好我们接下来来先来画这个 这个这个村落啊 就是藏在树后边的这个村落 然后再来 这里先画一个坡下来 这个 跟刚才这下边的这个用笔一样 这里 我们也回到这个干笔的这种村落 然后 坡的后边才是树 然后或者是房子 好我们现在来画这个 房子稍微 我 已经稍微 抹一点 稍微浓一点的 但是注意把笔给抹干啊 这些结构的这个呢 中锋 然后 比较稳重的这种用笔 就看见这个屋顶 然后你看的页不完整呢 事实上看看起来景物越多啊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画的 特点 就是说你不用 你要是整树房子看得完完整整的话 反而就觉得这个 不是太 就是那个 不够密啊 就 就是一栋 住宅 而不是一个村落 所以这个 又画出来这个村落的感觉呢 你要 光画个屋顶 然后有些甚至两个屋顶也看见一点 不完整的这个 这个 好 我们 继续来画点 注意这时候呢 这个点呢就要来秤出来这个房子 啊 所以要碰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 要画的比较贴近一点啊 我现在 从蛋开始 从比较蛋的 为了不断的这个 变化这个 变化这根笔的浓蛋 好这个 这个有个坡 坡是在前头 后边有 房子然后我们画一些 树啊 树啊 把这个房子给挡一挡 但是又是在坡的后边啊 然后房子就变得像是在 藏在一个树 藏在一片树林后边 所以 都是用这种不断的重复这种笔 但是呢 这个墨不断的在变来变起啊 这个墨一会稍微浓一点 因为我画到 画到干了之后啊 笔尖去踏持一点 淡了一点 然后注意这个 这个点呢 我这里画的有点 太散乱有点快 不要太快啊 慢一点 然后一点一点的 几乎每一点 就是说你重复这个所谓的米点呢 你重复这个单位啊 重复这个 不用太复杂 它就是这个简单的这种横点啊 这种横点 所以注意我们可以慢慢画 追求在墨上面的变化 在点上面呢 我们就慢慢的不断的积起来啊 用这种 这种点的这种形式来 一点一点的把它给 积出来 不要太快 我刚才这个有一些 有一些点画的有点 用不着慢慢来啊 慢慢 这个是又来一层 然后后边又有一道 这一道 又这一道啊 我们把它给画的 陡峭一点稍微 这个角度稍微 后边又有一片村落 我们先画这个 先把这个屋顶啊 村落的这个屋顶给画出来 这个呢 从透视方面啊 这个就比这个要 后边的这个要小一点 这个要小一点 就要是 那这个要小一点 这就是 这个要小一点 这就是 然后呢我们来 到这个 画树 画点 所以你看 前头这个树 看见树 树干 然后后边就开始隐隐约约看不太见树干 到了后边就压根就没有树干了 就是光是这个点 这个树干本身也就是通过这个看得见树干 还是看不见树干来表达一些 自然而然就不用解说就知道这个是 东西的眼镜 所以这个同样的你看同样的用这个点来 表达这个树叶 但是 但是也很 一样可以 包括前头我们也用蛋的末 但是 一看前头就是 近处的东西 通过这个树干 我们可以把它 这个给表达出来 我们来画这个后边的比较 Interesting的这个三级的 这个形态 这个呢我们 虽然最后 这个效果 像是我们用点把它积出来 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可以 用这个称法就像我们画山坡一样 用蛋的 不要太湿的笔 来我们来把这个三级的这个 形态给画出来 这个这个三级很有意思 就是说怎么样 画的 又不要太杂乱 但是又有一片 连绵的这种感觉 然后这一重三 然后下到这边来好像消失掉了 然后呢他这个 这边呢有出来一条脉络 这里 这里出来一条脉络 然后呢从这里呢又 又连出来 另外一条脉络 所以你看这个下来并不是自然而 是跟他错落开 错落开 然后呢在他后边 又有 一座山 那山后边呢又有这个重重叠叠的这个 这个后边的 山然后我们 照我们的这个构图这样 下来之后呢从这个山 从这个消失掉 但是这个 下边呢有 我们用 也是用这个淡淡的这个墨 来画一条 湖面 这个湖边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流空 从山到湖的 半边这个流空向他的这个 画稿上面的这个有一道影 这里有一道影 然后这下边呢 这个岸边 然后这个前头另外一面 那个 过后我们再来画树啊 把那个 无边的 或者是水边的这个树也给 挖起来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一道有一道 荧物在这里 这是轮框 然后更 更重要的是我们就来要来画他的这个 好这里好像还有一点这个 这个 军季 是一个轮廓我们来 积出来这些点 然后画出来一个一片云山的这种感境 好在 标出来这个中间的这个盐 中间浓淡的这个墨 墨 墨水啊 然后我们再往两边去调 就是两边的意思就是你可以 比肩碰一点浓的或者是比肩碰一点水 但是中间的这个 基调颜色 现在重新调一下 好这个浓淡的这个墨 好这个浓淡的这个墨 然后呢 我们来 从这边开始 然后这些横点呢 就我们画出来的最后的这个效果呢 是要 秤出来这个三级 最后画完之后 这个三好像 上面的点画的满满的 基本上满满的 偶尔有一点露出来有点光啊 但是基本上画的满满的 但是呢 又能够看见这个三级 对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 迷点的这个 你说在点的过程最后 能够从这些点里边看出来结构 因为 有点 又能够看这个 然后 不见 我 然后 那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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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们 我们 然后这个变淡 然后这个三级附近的这个稍微浓一点 把他这条三级给称出来 我们刚才画的这个结构也称出来 然后基本上四调是淡的 然后或者是淡中还会变得更淡 然后偶尔过来 来highlight一下 你看这个过后我们就来 趁他没干highlight一下 但是呢我们这个基调要先画上去 先积上去 所以这个过程是在积 我现在有点画的太快了 我们还是行笔慢一点 慢慢的来来行笔 这里也是后边积出来 秤出来前头的这座山 所以最后 跟那个印象派的点彩派一样 你这个这些点画出来 你最后又能够看出来这些点的用笔 像点彩派也是一样 你最后仔细看 演出看看不出来 但进出看你可以看出来里边的这些笔 笔触 就一点一点的组成整个画面 但是呢从形态又是 整体上又组成像平时用别的技法画出来的那个形态 类似 所以这也是一样 你要最后画完之后 这个画面上面你能够看出来这个笔触 这个一笔一笔的这个 这个感觉 但是呢整个画面又是比较模糊 这个烟以蒙蒙的这种这种感觉 然后很多点是互相之间重叠 但是呢重叠之后又不糊掉 所以那个最后这个笔触还是 还是留下来 你看他最 他的这个画 后边的这一层都 以前头的这一层又 就是后边蹭前头 所以这个后边的这一层 他把他 这些点把他后边的这一层都给换满了 当然 这个也是很淡的 这个也并不是 把这个给画 然后 最后我们刚才画了半天的这个三级怎么后来 都给盖掉 都给盖掉 但是呢我们 这个结构 我们最后还要重新把它给 通过 墨的这个浓淡 再把它给 有些地方再把它给显现出来 这样吧 然יי 很多想法 elementos 我们 Kathleen 谢谢观看 这个 画的尽量的密 但是这个密又不是把这个笔触都给黏掉 都是密 然后但是笔触基本上还能够看出来 好 现在来加一点这个 往两个方面加 这个一方面往淡的 我们先来画画这个机器 加一点淡的这个 不要 因为我们这个目的是要画出来这个 以蒙蒙的这种感觉 是吧 所以不要太多的 有适当有一些地方留的白 但是呢 更多的是还是用这种那个淡末 来这些点 再把这些白给 不是光是白 而是上面也是有这种那个 只是半 而不是完全白 嗯 嗯 这些白的地方呢 我们用淡末啊 来把它给 是淡的 最后只有少数一些地方啊 留一点点 有一点那个白 但是大部分的都是 淡跟或者是通过农淡的这个变化 嗯 注意这个屏幕上面啊 屏幕上面看起来呢 比较浓淡的变化好像不太 不太对啊 实际上这一片现在是很淡的啊 过火干了之后是很淡 这在屏幕上一看起来 这个颜色跟这个好像差别不是太大 实际上这个也是 这里是相当比较淡的一个颜色 所以大家看着这个画稿 画稿来 好 我们来加一点这个 水边的这个 点啊 有点像刚才有说这个啊 这种 这种那个 往下按下去 然后 不完全是横点 但是这时候大家就注意这个 画出来有点像树的这个 眼触的这个树 好 接下来呢 我们 有几个地方 我们用稍微浓一点的称它 荡杆啊 这时候呢 来把它给highlight出来 也不是浓 稍微浓一点 不是说 完全浓啊 好 你看它这个 刚才我们是有一条三级是吧 三级的这个顶上 屏幕上面看起来很浓 实际上不是不浓的啊 这个 所以大家要小心不要不要太浓啊 不要像屏幕上面看起来感觉这么浓 这样过干了之后 这个不浓 好 这里呢 这个三级也是 好 这里呢 也是啊 highlight一下 所以画出来一些啊 开始三里边 刚才我们不是画过这个三级的走向这一些啊 所以这一些呢 这些highlight呢 更进一步加强了这个 把刚才 有一些结构啊 现在 不是太明显 但是呢 又是有是无的把它们给 给露出来啊 所以你看最初我们用线啊 把这个 把这个三级啊 这一些啊 给挂出来 但是我又把它积了之后又藏在后边 然后现在又 又回头来又 又把它给highlight出来一部分啊 所以最后呢 好像看不见啊 这一些三 我们刚才用线画的这个似乎看不见 但是呢 又是有是无啊 看出来这个三的这个三级的这个 转来转去啊 比较有意思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哈 这个一个对比 就是我经常 你可以 也提过这个结果有时候呢 大家画 因为有些人嘛 不是不是我们这个 就是说有些要画山水啊 一下子这个三级一层一层就画成这样啊 就是这个不太 不太好看啊 这个还单调一些平行 怎么样画出来 这样上来 我以前讲过这个啊 有点这个啊 就这样的这个三级有 撞来撞去的这个啊 不是一片一片的像这个 所以这里边呢 要 这里边呢 这里呢 又高了一层 就是说呢 用点 然后最后呢 又能够体现出来这个山的这个 走向的这个啊 这样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 好 这个几乎就 就好了啊 这个我们也用不着这个来 颜色 我们就直接就就用这个 颜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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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 所以那个也许我干了之后 会有一点一定的这个效果 但是刚才我画的太低了一点 应该用稍微大一点的这个白银的这个 这个注意一点就是这个 你看我这些点组合起来 最后我使得这个山的外轮廓 又是我在讲这个外轮廓 这个外轮廓比较smooth一点 虽然都是用点凑起来 但是最后的这个整体效果 这个外轮廓不要特别漏的这些点 这个轮廓比较smooth 但里边你可以看出来这些点的仓差不齐 但是这个轮廓 最后就又做到这一点呢 画的比较密 当然我们最初的时候画那个边界 起了一定的help 但是你又是把边界埋在里边 然后画这个点这个点的你又点的比较密 就把这个轮廓画的比较smooth 还有一段眼山我们来画这个眼山用墨 来这个眼山他画的非常 油亮 好把笔洗干净 然后呢 笔尖 笔尖稍微有一点 笔尖稍微有一点浓的 然后呢 笔底呢是洗干净的这个 然后用笔尖来控制 这个形状 外轮廓的这个形状 好然后回来 然后我们用 我这个笔去粘了这个淡的 很淡的 然后我们再把它给画开 慢慢让他这个 山慢慢的 往下变淡 好这一幅就画到这 我实际上这个水边我们可以在 大一点的 好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出来没有太 除了前头这个坡没有太多的线 现在这个线都给埋到 埋到这个点后边一起整幅画就是 最后的效果就是 就是点 笔触就是点 好我们来看看 画一幅 类似的但是呢我们把树 画的稍微多样 我们现在来画第二幅 我来构图一下 这幅还是照样来画这个 迷点 但是我们把树给画 多样一点 我们来画一棵 柳树 然后还有一些塔松 的这个 还有我们也许过后还可以 加点芦苇 前头几个坡 然后这个坡上边 我们来有各种 一种树 这不像刚才这一幅 就一种 然后看起来 因为有点像 比较乌乌的 就是说这个 看不清是什么树 我们这个呢 我们来 过后 有一些还看见树枝 看见 一栋房子 一座房子 这里我们来画一个 最喜欢的这个柳树 下雨的这个 后边还有 甚至有一点树 还给那个荧幕给拦住了腰 所以我们看看能不能够 能够把这个给 所以这里边的这个塔松 然后我加一个柳树 然后呢 这里我们加一个 芦苇荡 然后一水 然后后边的山 好就这样 编起这里再来 一棵柳树 不管是一棵 两棵柳树 好我们这个画这个树呢 一般没有复习画这个树 一方面呢 就是说画这个树 在 荧幕里边 就是说 下雨或者荧幕里边 让这个墨 来takeover 像以前我们都是 以笔为主 是吧 我们现在 今天呢 有点像以墨为主的这个 就是让 让墨来 让主导 好我们一样 这里我先调一点 弄弹的墨 然后来画 画这个坡 这个坡 有点这个复杂 稍微有 有几层的这个 这里边有一些内在的这个 然后这里我们开始来用这种 我们刚写过的这种笔法 然后 都是在 三颗三个 三种墨 然后这顶上来我们开始来画 稍微古杂一点的树 这个呢 只看见 只 画一个坡 稍微不要太抖的这个坡 然后这里又一层 好 这里边呢有些树是有树叶 有一些树没树叶 有一些树是有树 我们这里在 过后再来加这棵树 我们先来画这几 这些有树叶的 好 中间颜色就我们刚才调好的 然后呢笔尖我现在先去 沾一点水 先从蛋 然后 应该就 不是太明显 注意 注意我们还是要画出来像类似刚才那户画 中间的这个树干下边不要 流出来一点 淡的这个流出来有一点像这个阳光透进来的这个 这也是树的这个形态正确的 因为树的这个树叶尽量往高处长 所以那个靠近下边的地方的反而就比较空 有阳光进来 顶上的 这些树叶大家在compete 往上涨 那个光木 然后这时候呢 光木就往 长得比较 比较低 所以 两种 你可以 下边的又可以 扣出来的地方呢 又可以划出来有点像光木一样的这种 但是你可以通过 瓶末的这个浓袋 好,我们来画这颗 这种防茧 好,我们来画这颗 这种防茧 好,我们来画这颗 这种防茧 这种防茧 你看这个防茧 强烈用中锋用比较稳重的这根笔 然后有时候呢你这个 只有你这个笔 用的比较稳重的这个画这种结构 有时候呢你这个 结构画的比较 不是特别准确的话呢 不是特别准确的话呢 也不是太有诱惧 就是说 因为你 你现在画出来这个 这个 画出来他的这个 稳重的这种 力度啊 这个撑起来这种 这个这一笔啊 不太现实 有点弯 但是看起来不是太怪啊 这个 但是这个笔那个你用轻飘飘的特别 特别怕怕的那种用笔画出来呢 感觉又 那样看起来这个房子就好像 不太 不太牢靠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 就是说通过这个用笔能够来帮助你表达这个 间接的表达这个房子的这个 这里呢 我们来画 刚才我说 柳树画在这 我们要吗 一棵柳树画字 一棵柳树画字 两棵柳树在一块 先画个 柳树的树干 然后这边的这个我这颗 这根笔呢 因为 都是笔底啊 比较淡 所以那个 所以这一颗自然而然 我没有没有去再去沾那个 所以 或者或者后一颗就比前一颗要要淡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对应这种 笔底里边的这个 我们也是 能够看见这个柳的柳条 好然后过火我们来 来把它长出来 用这个点啊来 然后这有点像这个 有点像我们刚才画的这个树干啊 这只是撑起来的这个部分 然后我们过火要来 把它给 继续用这个谜点 来补充它上面的这个柳页 我们来看看这个 横点 来继续用横点 然后呢 画出来 根据我们 刚画的这个 结构啊 空间画的这个 柳 这些柳条撑起来的这个外轮廓 这个轮廓结构 然后呢 我们来 把它补充 补充出来这种 它的内容啊 它的这个 这个 所以最后呢 我们也注意这一个 顶上的这个轮廓啊 顶上的这个 预 这个 一个轮廓啊 我们 我们 stare 个 好 好 这个 来继续画这个 其他的树 这个后边还有几棵 这个塔松 他这个塔松呢 他画的一棵松里边 中间有荧物 我觉得我们这个不太现实 我们就光是画完整的一棵松下来 好 我们立称了这个 称了这个树干 然后呢 我们来这个画这个树叶 所以从顶上 我现在比尖去抹一点浓的 但是笔底是淡的 然后来看看能不能画出来这个 要画越淡的这个感觉 笔还没淡下来 我们先来画这边 等不下来 我们就 加点这个 好 这颗也一样 顶上稍微浓一点 但是我只是笔尖稍微 然后他应该能够自动的 慢慢淡下来 放不下来 然后 这个后边然后继续我加一点淡的这个树干 使得这里看起来像一片树林的这个感觉 现在除了这个前头这个比较浓的 再退往后退一层看见有一点点 不用画树叶 光是画看见树干的这个 淡的这个 树的这个梗 一下子就 这又像通透进来 然后 再画一点 再画一点高一点的档树 你看 那 那 大明点的淡数 大明点的淡数 过后我们要这个前头还要来 用弹的这个 现在就来吧 这个把变弹的点 画出来这个层次 然后呢 这里呢 还有落到水里的这一道 落到水里的这个岸边 还有东西 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这个树枝的这个走向啊 可以自己 看看哪一个 照片啊或者是 自己燕子里边的 这个树 树枝啊什么这些形态我们可以把它给 套用到这里来 就是这个 我们这段时间来一直在节习的这个 把 照片跟笔法结合起来 我们现在就在写笔法但是这个形态呢你可以 应用到我们 真正见到的这东西来 跟这个笔法结合起来 然后我们来画这个后边的这个 后边的 跟上一副鞋啊这个 画出来其中的有一些 比较interesting的 这三级的走 形态 然后这里 这个山这个三级这下来 然后呢这个中间第二道然后呢 在他后边我们又长出来 然后这边呢 然后这边呢 最后又 又起来一层啊 然后这里呢下来 成为 对面的这个山 沙中 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呢我们可以 把这个留成 一条 这个荧物 所以我们 中间的就可以 不用去 画的太复杂 用淡一点的中间 颜色 然后呢 过我们回头来 再来 看看这个 用一点稍微浓一点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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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这个 淡的这个点 谢谢 所以尽量我这个有点 匆忙这个 尽量用这个横笔 不要用这个 不用太复杂的笔锋变化 尽量用 用这个横向 横方向的这个用笔 注意我们留出来一道 蓝腰的这个萤雾 这边的这个山我们可以 一口气就把它给画浓一点 画稍微 比这边的浓一点 有点像contrast 你 感谢观看 好 这顶上有一点树 所以比这个坡又稍微浓一点 顶上的一点树 好 这里一片再加一点眼处的这个树 然后大概就 但是不是在远处的这个 不是在远处的岸边的 那是属于这前头的这个部分 所以你注意 他的这个边界不要画的太 跟后边的这个岸边的 再凑在一块稍微 跟前头的这一片连在一块 然后下边就现在用很大的这个墨水 我们来到 大面积的点一下 然后回头来再去 顶上的那个highlight的那个稍微 highlight一点浓一点的 但是现在我们先用 用很淡的淡墨水 一样一直在点 一直在横点 真的 一个 这小两天 就是 我 那并不去 银行 我住在你的 就 我住在 那里 你 这 为什么 我做 我们后边的这个用稍微浓一点 像刚才那个后边有一点highlight的这个 我们也用同样的这个 我们下期再见 好差不多我们现在就是用最淡的这个啊 我们把这个前头的用 用不要太死 用很淡的我们把前头的有一些那个 没必要的这个白我们把它给那个 连插带点啊把它 有点太多的这个 白的地方啊因为我们是 这个是 下椅或者是荧幕的用不着有这么多的这个 然后刚才还说我这里要画一点鲁尾 我们来画一点鲁尾 然后水里这里我们来画一点 水里的这个鲁尾 用稍微浓一点的这个 然后呢 先画这个桿 然后 落 落水点啊这个就这个落水点基本上有一个 成一条线 这个 这个比较平的一条线当然就这里有好几条 好几波 就现在两波我们可以画出来 两三 两三条落水 这个水平线 然后呢这个 在这个梗上边的再来画一点这个 就是这个芦叶 有点像竹叶的那种用笔 有点像竹叶的那种用笔 然后呢我们再来加一点淡的啊 显得层次丰富一点 好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就整幅就这样 有点烟瘾萌萌的这种样子 那这里边呢跟上次 上一幅稍微不太一样了 就是说这里边 有一点比较萌一点的东西 我觉得把它整个画面提起来 我觉得比较 比较好一点 所以这个构图也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说那个树东西也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我们就上到这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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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来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了 我觉得完美了 对比较好